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去 你真觉得就那个景色比很多国外的一些很好的很知名的景点不差 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就这次拍摄的那个水库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至身于如此美好之中 早已分不清究竟是在戏中还是在梦中 此情此景若无美食相伴 岂不遗憾 我突然饿的时候 我最开始想到的小吃什么 就是羊汤 平泉羊汤 据说这羊汤还是康熙皇帝打猎 然后偶然到了这个平泉这个地方 尝到了这个平泉的羊汤 然后从此就广为流传 那天我们收工的时候说待会儿给我们来一只烤群羊汤 一点不夸张 五分钟不到 也就是最多也就是个两分钟吧 那一只烤群羊群就被大鲜挖块瞬间没了 就跟一批狼一样 因为太好吃了 确实太好吃了 因为那边本身的这个羊就好 再加上在这种青山绿水的这个环境下吃 可能和在城市里吃也不大一样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烤群羊好了 请各位一驾 大家随便吃啊 最美的乡村带给你无数的感动 而一份小小的感动就来自于对过去的传承 我觉得中国的刺绣 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吧 那么从这部戏里边 这个拿加沟也好 上河玉也好 他们这些老乡呢 绣出的东西呢 它还是更具有北方特色的 更浓郁一些 找当地的会刻窗花的老师 包括我说的那个燃料嘛 用白酒烧制成的 就是都是原汁原料 包括他会教我们怎么去课 手法是怎样 轻重缓和 都有去学一些 依依 我建议你到十全有的体验室农庄 也开个门店 这是对非物质文化离产最好的传承 我们都在新森林脚下的 沧子沟体验室农庄等您来 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就让我们的主创们为你设计一条最佳路线 来一次最美的乡村旅行 第一站应该是哪家沟 哪家沟可以吃一吃烤羊腿 喝一点特色的蜂蜜 然后看一看哪家沟的刺绣 大家还可以带一些刺绣的小的礼品回去 先到金山岭长城玩一下 吃一顿农家饭 再往前就是到兴隆 再往前就是避暑山庄 再往前就是遇到口坝上草原